新的 重新开始看自己 OK 我们来到最后 我们这个四方 我们或者说恩典之家的教会 神给我们有一个使命 其实上一周大家在做见证的时候 哇 真的神开始让我们看到了 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自己 都有机会经过在圣灵里面 所谓的医治 医治就是恢复到神原本造我们 那样的美好的样子 我们渴望 我们会经过 医治 恢复 转变于生命的重建 我们经验到 我们经验到 我们也分享跟别人来一起分享 能够把耶稣基督里的自由 传给整个大西亚对区的华人 这个不是只是停在华人 还有传给其他的人 不见得一定要是华人 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我觉得请问你 这是一个自由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不是今年 2022年 过去一年当中 你有经验到神 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身体上 在你的思想上 神做了一些医治恢复的过程 有吗 在过去这一年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然后很奇妙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弟兄姐妹互相关心 彼此祷告 神就做了 不是在 不一定要在台前 不一定要在台上 就是神这样做 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所以神乐意 让我们今天 能够在这个新的环境 神希望我们能够 自己得着了 把这也传给别人 2020年 我们会看见 神让我们进入一个 更群体 能够一起来经历到 一致和恢复 华人 有好几样的恐惧 第一个 就是来到北美的华人 第一个 你又来美国做美国梦 是为了什么 American dreams 为什么 因为希望像Bill Gates 你知道吗 因为像Bill Gates 我听到好一些年轻人 就说 I want to be like Bill Gates 我希望35岁就退休 40岁就退休 已经做Millionaire 因为他们向往像Bill Gates 因为这里就有一个Bill Gates 所以让他有一个冲击 那Bill Gates为什么很厉害 因为他选对了一个对的时机 做一些对的事情 然后他开设了微软 然后后来他成为亿万富翁 所以这是像一个American dream 这很多人成为一个冲击 他也不错 他设了一个foundation 很好 帮助很多的人 造福了很多人 很好 那我问问你的是说 今天如果 如果是你 你不见得要变成像Bill Gates 这样子 不需要 你需要的是说 神给你的 从你的心中开始 神就可以借着你 可以带来医治 恢复 重建 新的生命 在你身旁的人 只要你愿意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然后呢 我们的意想 要借着怎么样的过程 就是从你的家里面 从你的职场跟社区里面 你可以接触到每一个人 透过你我 他们也经历神的爱和同在 发现 而且能够自由地来跟随耶稣 这就是今年你我要看见的 在2020年年底 我们感恩聚会的时候 我会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你至少有跟五个人以上 分享了这样的一个生命 你愿意吗 这是神要给你的一个祝福 神给人会借着你 带给别人安慰 借着你带给别人 一个生命的恢复 特别是像这样的天 阴阴湿湿冷冷 但是我每一次看到这个天 我是1999年搬到这里来 我一看到这个天 我就说感谢主 因为今天主你要让我能够跟别人分享 那信中的太阳 我要能够分享说因为有我们在一起 所以你今天不会觉得阴阴湿湿冷冷 你知道吗 阴湿湿冷冷就是需要阳光型的 就需要有爱热爱又充满的 那就是你跟我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一起包好吃的东西 可能我们一起在做好吃的料理 目的是要分给别人 可能会觉得有点累 是疲倦 可是那是满足邪恶的 那我们的核心价值变得很小 因为这很核心 所以缩小一下 这个是核心价值 因为是很核心的 所以缩小了一个号码 我们是自由与喜乐的 真的 你敬验耶稣你可以发现 牧师这个牧师有点不太一样 不知道是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是很自由的 喜乐的 神要给我们喜乐自由的生命 神要给我们真诚与勇敢 来到移民的心中 充满很多的未知 而感到害怕 可是你会认识耶稣以后 耶稣可以让你还是真诚 而且是勇敢 神给你有勇气 然后是连续 怜悯 而且无私 当你感觉这社会越来越现实的时候 你感觉别人越来越冷酷的时候 你很自然会想说 我可能也不要那么热心 我也不要那样 但是神要让你知道 因为祂在你前面 祂如果让你真的去连续有智慧的 祂让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祂一定会源源不绝的 会供应给你 因为不是靠你 而是靠祂 好 所以 我们宝贝的事情在哪里 OK 下面这个时间呢 是让大家有一个机会来经验 我在说我们的神 永生的神 是可经验的神 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在你我的心中 可能你正需要神 让你知道有什么路可以走 可能你心中感觉 有听到这个 听到那个 听到那个 我到底要 要怎么办 耶稣给你有真理 让你有真理 有依据 胜利 你会觉得 我会觉得有点耗尽 我觉得好像我心疲力竭 耶稣要给你生命 所以我们的最新的开始过程 我们不断在培养 很棒的开始能够伴奏的 所以Samantha是我们这个年轻的一辈的开始 所以我们下面唱这首歌 是先从快歌 然后进入到慢一点 那好不好让我们一起 有一个机会来回应一下 看我们所看的是谁 如果你愿意 欢迎站起来 如果累了还是继续躲 如果需要休息 还是继续休息 好 真理奈何 进入那自由自宜 从今天起 从此客气 我是心脏 我是心脏的人 在那困难 一切都更新 记得你的 天使为我和我 从你来说 尽量自由自宜 从今天起 从此客气 我是心脏 我是心脏的人 没有时光 飞越时光的灵雨 听听灵魂的呐喊 穿过天使用 越过的肢体 写下漂泊的心情 本下永恒的生命 神力在我心 哦 真爱在我心 将真恨 真心里放弃 你全能 将是我所欲 都能看到 以善为我杀 一切都更新 一 зов 一 Solutions 第十多 那互 things 49 00 你编打 功能 报寞 pneum Zen Bu 天使为我和乌 真理奈何一切都忍习 天使为我和乌 真理奈何一切都忍习 从今天气 从此可起 我是心臟 我是心臟的人 从今天气 从此可起 我是心臟 我是心臟的人 从今天气 从此可起 我是心臟 我是心臟的人 Hallelujah 当我们最后站在这里的时候 有些新的事情正在发生 但是是当你愿意的时候 如果你渴望说在今年有新的事情在你心中发生 在你的生活中发生 我将要为你祝福祷告 祝福就是神他来做 他借着我们的祷告 让他要做给你一个新的开始过程发生 这是祝福的意思 不是我们人做什么 不是我说祝福人做什么 乃是爱我们的神 要借着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能听见能看见 然后可以相信 也愿意去接受他要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当我在这里为你祝福祷告的时候 你说是的 我希望在2020年 我有一个重新看 看那位创造我的神 那位我可能要认识他的神 我愿意来看 我可能也需要重新看我自己 可能虽然我是移民 可能虽然我是不见得是移民 可能出生在这里 但我愿意要重新看我自己 是按照神给我 有一个有信心的眼光 或者是按照神看我的那样的眼光 这叫神量给我们的信心 就是神祂看着我们 是这样有尊贵有宝贝价值 祂给我们这样一个心 让我们来看自己 或者是你感觉 我们一直看别人 有时候看得不准 我们一直看别人 有时候看了你怎么会变这样 可能你需要神给你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别人 如果这是你渴望 我将要为你来祝福祷告 有吗 如果是你的话 你愿在神面前举手 说是的主 这是我向你的表达 所以当我为你祝福祷告的时候 你在神面前有你的表达 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孩子在你面前举手 也包括我们在你面前举手的每一位 就是那个朋友 说主啊我愿意看 我愿意看耶稣 祂如何的让我得自由 我可以有不受罪影响挟制的自由 我愿意看耶稣如何帮助我 走在一个自由的生活的里面 主我也需要正确的看自己 我向你举手说 请你帮助我 让我看自己是有尊贵 有价值 而且是被爱的 我不再轻看自己 或看不起自己 或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了 主啊就想到那98岁的 他跑到终点 他破了纪录 主啊你让我们看到 真的不是年龄 乃是我重新看自己 因为你要加给我们力量 你要使我们的身体 返老还童 你要使我们虽然年长 可是我们心里却一天更新于一天 而且我们过去虽然没有 但是你说若有在你里面 就成为新造的人 你要让我们因你而真正的拥有 是心里的富足 心里的力量 心里的信心和盼望 所以我们就来能够面对外在的考验 主啊更重要的是 我们常常看到旁边的人 我们看得不清楚 所以请你帮助我们来看 真的是看着旁边的人 因为你给我们 能够跟他们认识 交往 来往 有关系 是主啊你的生命丰富 要从我们这里来到他们的身上 所以2020奉耶稣明 祝福我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能够看见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带着我们过一个自由真实的生活 看见我们自己在神的眼光中 是尊贵宝贝有价值有盼望 能够活出生命里的人 也能够看到别人 其他的人也都是耶稣所爱的 也是父神要拯救恢复的人 而且看到旁边有更多 跟我们一起都是在认识神 在往前行 主愿你开我们的心眼 开我们的灵眼 使我们能看见爱我们的神 因此我们活着有力量 有盼望有信心 我们这样的祷告 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请坐 在新的地方 也需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第一个新的事情 就是牧师非常准时 另外一件事情 有时候准时 超进度的准时 这是好的现象 那 Irene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等一下的 这个我们散场以后 你不是说有什么点心 跟那点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 你要让我们大家知道 关于招待主的啦 对不对 这个 我们很谢谢艾瑞 每次都负责这么多 然后还有很多 谢谢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今天谢谢少妈妈 还有碧玉 她为我们擦了这么漂亮的花 让我大家可以欣赏 然后还有昨天贵方她们 一共有好几位姐妹一起预备 今天我们等一下要吃的点心 她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所以大家要很感恩的来享用 谢谢她们 等一下她还会给我们预备 点心会摆在外面的地方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一人拿一些 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些交通这样子 然后会后 等大家吃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椅子排回去 然后在这里的那一位先生 他会教我们怎么样把桌子排回去 所以以后我们就每一次归位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set up 这样 那如果有什么任何的疑问 可以来找我 然后还有教会 在家里有很多服饰 每次都需要弟兄姐妹来参与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更多了解的话 你们可以wechat我或打电话给我都可以 谢谢 然后我们谢谢Irene